沙利文结束了他本次任上 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访华 现在看来他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 恐怕是要给拜登争取一个及格毕业的机会 大家好,我是施涛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访问 这次访问的名头其实挺大的 叫做中美战略沟通对话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作为美国总统可以说是最信任的智囊 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他竟然是上任以来第一次到访中国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我们更熟悉的一位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那就是中国人民老朋友基辛格先生 自从他第一次秘密访华以来 在他的一生中他来中国了一百多次 甚至是在他逝世前不久 他还克服重重困难坐着岳阳的专机 来到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访问 那么相比之下 这个沙利文这个晚辈 显然他来中国的频率是不够的 那么如果我们再看沙利文这一次来中国谈的话题 就会发现似乎沙利文谈的话题 好像并不是有那么高的战略的意义 只不过是之前中国与美国这个其他官员会谈的一种重复而已 甚至还可以说很多东西还不如之前谈的深入与密切 但是我们要再想想讲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方会在现在这个时点 在美国即将大选的之前 在拜登已经宣布退出连任竞选的时候 在拜登已经是一个留守政府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我们还会选择和沙利文进行一次对话呢 或者我们说沙利文他为什么在看守政府的状态下 他还要来一次中国呢 如果我们翻看中美两国在建交之后的历史 我们就会发现中美两国的元首 无论之间的关系多么的紧张 但是在任上都会形成一次互访 那么历届总统的盖末能外 连这个发动对华贸易战 让人琢磨不透的特朗普 都在他上任之后不久来到中国 在故宫也是走了一趟 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 高层元首之间一个不成文的默契 但是我们看美国总统拜登 他上任到现在已经将近四个年头了 但是拜登在他就任总统之后 从来就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那么这恐怕就是拜登政府目前一个非常关键的 或者说会对民主党的未来造成很大影响的一个瑕疵 那么在接下来的两党的竞选过程之中 民主党与中国这个关系的僵化 很有可能会成为民主党一个话题 虽然现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处于历史的低位 但是毕竟中美两国的外交代表了美国对外交往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切片 那么拜登总统在访华这个问题上的空白 恐怕会对民主党后面的大选带来一定的隐患 也就是说 共和党完全可以以这一点来攻击民主党 他们的外交手段 匮乏他们外交势力 那么我们都知道拜登总统 其实他并不是没来过中国 那么他在作为奥巴马副手的时候 甚至他在北京还去吃过 北京的著名小吃炒干 这一般同事还吃不来 但是我们说拜登上任美国总统之后的中美两国的关系 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矛盾与复杂的一个境地 那么他接手了特朗普杂烂的中美两国的关系 因此确实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些挑战 但是我们也看到 拜登政府并没有对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 做出什么有实质性意义的事情 特别是他没有大胆的迈出访问中国的这一步 这其实是他这几年执政中的 重大的瑕疵 特别是他外交方面的重大瑕疵 因此沙利文这一次除了来给自己的访华经历补上一课之外 恐怕也是要给自己的老板 要给拜登啊 在他临近毕业考 临近交出总统大选职位的之前呢 考一个合格分打下一个基础 那么拜登恐怕会再次传达与我们的国家元首啊 见面啊 或者说呢来访华啊 这么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指标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我们是乐见其成的 也估计是因为这一点沟通的默契啊 我们这一次在沙利文的访问上 我们采取的口径叫做 我们啊 邀请沙利文访华 那么如果拜登能在他任上最后一刻 踏出访华的这一步 恐怕也算是为中美两国关系未来的走向 算是埋下了一个缓和的伏笔 因此呢 我们也是乐见其成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办法 欢迎在屏幕区我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